大家在《查經》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工具 寫一、二、三、四、寫字咀 還有寫神的恩典 紅色 如果你沒有紅筆就找個三角 然後就是我們應該做的四方形 就是綠色 好像樹葉長大 然後我們沒有做到和指責的話 就是藍色 紅色和藍色相反 媽星兵你可以這樣的 就是紅色恩典 藍色是律法或指責 綠色是我們要遵從的 都是律法 不過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藍色是指責的 大家這樣查的時候 你覺得困不困難 還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大聲音說怎麼幫助 你會分得清哪些是神的 然後哪些是我們做的 然後哪些是指責定罪 分得很清 對於你明白的經文有沒有幫助呢 分清它就會有幫助 還有我們應該做的事 這次我會做這件事 好 這個經文我們一起讀 多讀先行 放請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出來的 嘆息是我們討告的 監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彼球 我們曉得凡事都互相效力 替害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子亦被召的人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無恙 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 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這個經文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經文 我們在裡面去看一看 首先就是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我們不懂得怎樣祈禱 就是聖靈親自 用說不出人的坦式替我們討告 這是在26節所講的 這裡就講到我們軟弱 軟弱通常人的反應 可能是看小不理會 但是聖靈的反應是什麼 聖靈的反應是什麼 幫助 就是說聖靈是接立 這就是神的屬性 就是人有軟弱 別人未必喜歡的 但是神的反應就是 他看到人有需要 他一定會關心 他會去幫助 好了 接著他就講到幫什麼了 就是我們不懂得什麼 不懂得討告 然後後來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人的坦式替我們討告 這個說不出人的坦式是要解釋的 要解釋的 鑰匙在哪裡 就是我們本不曉得當真人的討告 這就是我們本來不懂得怎樣討告 即是你不看後面 即是後面應該說到什麼 我們不懂得怎樣討告 即是後面應該說什麼 就是聖靈 就是聖靈 現在聖靈討告 即是聖靈給我們幫助 是的 是嗎 是的 即是等於聖靈 是的 即是我們本來不懂得怎樣討告 我們本來不懂得怎樣討告 即是下面就是聖靈怎樣幫助我們 他幫助的方法就是 就是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坦式替我們討告 這個坦式是沒有解釋的 沒有解釋到到底是怎樣的坦式 即是到底聖靈是坐在天上 自己在那裏 唉 這樣 這是一個心中的坦式呢 解釋這件事由哪裡去判斷呢 就是由我們本不曉得當真人的討告 我們本來不懂的 即是後面呢 就講到聖靈怎樣幫助我們討告 是不是 應該就是這樣 按照邏輯 我們本不曉得當真人的討告 跟著後面就講到聖靈怎樣幫助我們討告 他就講到 那個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他用一種說不出來 不能夠說得出來的 unspeakable 的坦式替我們討告 所以這個坦式可以在天上 還是在我們心中呢 為什麼在心中呢 如果他在天上 就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沒有關係 他在心中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他的坦式 聖靈的坦式會產生什麼呢 可以有時是內疚 有時是 總之他的心 在我們心裡面激勵我們 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因為他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不懂得祈禱 那聖靈呢 會有一個說不出來的坦式替我們討告 是 其實說不出來的 那個含義是嗎 因為如果我們中文說說不出來 其實有時是 我不懂得怎樣表達的 就是 那這裡聖靈是 我想聖靈會不會不會表達的 不是聖靈不會表達 是我們不懂得表達 一種不可言語 不可用言語形容的 一種的溝通 是 如果說不出來反映 其實 我想到方言其實算不算是 還是 這是另外一個說法 不是方言的一些 OK 聖靈可以用方言 不過是不是限於方言 這個經文 不限於 有些人說這就是方言 但是 這個不是唯一的方式 總之 我們不懂得祈禱 聖靈在裡面 就發出一種感動 他一種 他的意念 譬如我們犯罪 他的心裡面 他就嘆息了 或者我們應該做的事 沒有做 他就在裡面 發出他的嘆息 他的感動 就會推動人去做 就是在為外祈禱 究竟是人 說不出 是一種 寶萊形容 嘩 是一種漂亮 都不懂得形容 是一種很難形容 我到底怎麼做事 總之他在做事 我說不出 就好像耶穌所說的 風除日之出 你不知道風在哪裡 去哪裡 但是你聽到風的響聲 就是人 人說不出 人說不出 不是神說不出 就是我們犯罪之後 我們會知道 然後聖明知道了 就是自己在那裡 工作中 譬如說不出 他馬上提醒我們 那我們是完全不用做事 是不是 不是完全不用做事 不要假裝 首先我覺得未必是犯罪 因為你剛才說 你犯罪之後 未必同犯罪 人類犯罪之後 的意思是嗎 聽你說是沒有 你覺得信主 這個你講信主之後 這個是信主 但是人類犯罪 就是阿當夏娃犯罪 阿當夏娃犯罪 阿當夏娃犯罪 總之 這個討論不出的 探釋是未必 跟犯罪有直接關係 有什麼 是嗎 包括 包括 但是不是 只是一個比喻 不是 純粹是 跟犯罪有關係 就是包括在犯罪的時候 和神要感動我們的時候 神要帶領我們的時候 神要改變我們的時候 或者神發出祂的感動 或者是喜樂 雖然祂是用探釋的字 但是 很多時候是聖靈感動 我們要去改變 不過也都有時候 就是聖靈可以發出喜樂 這個都是改變 用我們來改變的 因為它的字面說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的探釋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聖靈 用說不出的探釋 是嗎 是嗎 用一種我們不能夠言語 不能夠解釋的一種探釋在外裏面 它就在為我們祈禱 就是聖靈一邊不斷在心裏 一直發出祂的禱告 大家看不看得到意思嗎 其實神和人有一個高度的聯合 這個在神學上叫做Mystical Union 就是神和人有一個很高度的聯合 這裡是講到其中一個高度的聯合 的經文 就是說 其實我們 這個講得不懂得討過 那現在說 我現在也懂得祈禱 因為我們已經在神裏成長了 但是當一個人未曾信耶穌的時候 祂的心是和神相連的 聖靈呢 當我們聽聖經 有人敢 神的話語發出 神的靈就感動 教我們去回應神 你發覺 未信耶穌的時候 祈禱和信耶穌之後是不同的 未信耶穌的時候 祈禱就是什麼 神啊我死了死了死了 我已經很急難了 快點幫我吧 就是那種祈禱 但是當我們信耶穌之後 給了一張 我們就會感激神 就會倚靠神 信靠神 就是這個聖靈產生出來 有信心的復告 相信這個神是真的 這裡是我們祈禱 就是聖靈替我們祈禱 這裡有講到聖靈替我們祈禱 不過也有我們祈禱 為什麼呢 你又看回經文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以下聖靈替我們祈禱 就是可以理解 聖靈又感動我們祈禱 聖靈也太遇到我們 當我們祈禱 即他一路祈禱發出 我們又會同時祈禱 這個就是聖靈帶著我們祈禱 這個經文 同一個雙女的經文 就是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會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祂的美意 你們立心去做 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你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祂的美意 另一個經文 就是 那麽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我們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一種高度的合作 而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是什麼呢? 你們立志 和走出來 你們立心去做 遵從神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你心裡運行 我想問一下問題 是我們立志 還是聖靈立志 譬如你立志全福音 我立志去幫這個人 是我們立志 還是聖靈立志 是我們 因為他說是你們 但在立志的時候 其實是誰做功呢? 神做功 那我們有沒有份呢? 有份 就是神和人的合作 就在荒龍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而是活著的 不再善我 反正是基督藏 我們活著 就是這個合一 就是這個高度的合一 是一個很美麗的合一 而這裏也是說出這種合一 我們不知道怎麼祈禱 聖靈在裏面 就發出這種託報 也都暗示 即是跟著我們就要祈禱了 即是我們祈禱的時候 其實聖靈一起祈禱 一路聖靈驅動我們去祈禱 是 但是如果看第二十六節 其實是沒有說我們祈禱的 沒有 其實是沒有當我們祈禱 但是 我們怎樣憑什麼說呢? 我剛剛講完 本不曉得當正樣討告 即是下面應該是 應該是答我們就去討告 是不是? 我不是這樣理解 我們不會討告 所以聖靈代我們討告 我可以這樣理解的 這兩個 就是要自免 但是當然可能 就是可能要看回原文 或者用另外一個經文去 support 我們都是討告的 但是如果我看這個經文 我就會這樣理解 我們不懂得討告 所以聖靈代我們討告 那是不是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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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軟弱的時候 聖靈代我們討告 不軟弱的時候 就是自己討告 就是這樣 如果有這個意思 因為它的重點 是有軟弱的時候 聖靈就會主動幫助我們 就是有軟弱的時候 就是有軟弱的時候 OK 即是你只是說 講到有軟弱的時候 其實沒有軟弱的時候 沒有軟弱的時候 就是自己討告 那是有軟弱的 不問我 我想問你的邏輯 這個可以講一下 OK 你們這樣私下是非常好的 因為這樣私下就會引致 你可以越來越達到結論 最重要一件事很重要 千萬不要 軟弱和軟弱都會比較好 但是軟弱更加需要觀眾 OK 自己幫不到自己 我可以這樣說 這裏可能可以的 但如果我回到經文 這裏經文就沒有那麼多 我們用這個經文去延伸這個論點 不可以的 就是我們討論 OK 好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謝先生剛剛討論到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軟弱弱的時候 才為你填土呢 還是 他這個說 不是當我們軟弱 放清我們的軟弱 就是說 到底是說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軟弱 就是聖靈幫我們 所以這個講到 未必是講到 我們有時軟弱 而是我們本身就是軟弱的 原因為何我會說 26節下半部 雖然只是講 聖靈替我們祈禱 OK 好 我們待會先討論 聖靈替我們祈禱 但是 因為上文是講 我們本不需要 怎麽祈禱 難道聖靈就是為我們祈禱 接著我們就不祈禱嗎 我們不用怎樣祈禱 那就聖靈做完了 我們不用祈禱 這樣 這個不是聖經的觀念 所以 是有一個含義 就是聖靈感動了 這個說不出來的喊息 就會激動我們都會去祈禱 就是我們有罪 聖靈就會感動我們知罪 就會叫我們悔改 當我們感恩聖靈感動 我們去感恩 當我們懶惰 聖靈感動 我們去全虎香 這個就是聖靈說 不錯來歎之間的改變 我們 我或者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他說我們管不調得 即是我們是本來不懂的 是 但是聖靈為我們祈禱 其實背後有一個含義 就是說 之後我們便會祈禱 是本來不懂的 即是他替我們討告以後 接著我們便會有這種意念 所以便會產生這種意念 OK 接著27節 檢測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檢測人心是誰 神 神就懂得聖靈的意思 又下面呢 聖靈就照著神的旨意 在聖徒祈求 接著呢 到最後講過 神懂得聖靈的意思 聖靈就照神的旨意 其實兩句說話呢 某程度是相等的 是吧 不過 他便解釋 神懂得聖靈的意思 為甚麼解釋呢 因為聖靈不是自作主張的 聖靈是會照著神的心意替我們祈禱 所以我們便知道 聖靈就好像走了去不知哪裏 他真的會跟著神的心意祈禱 所以聖靈帶領的祈禱 是會合神的心意的 其實在上面那裡講到的 聖靈帶領的祈禱 好了 接著 28節 其實這裡我們看到 神的屬性 就是他看到人的軟弱 他是關心 他是很注目 他很願意付出 他是會入了我們的心 影響我們 他跟我們有高度的聯合 但與主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以主成為一例 對不起 對嗎 但與主聯合 即我們是跟神有個高度的聯合 神是住在我們裏面 他便能夠在我們裏面這樣感動 而神和聖靈也是相通的 所以當我們在聖靈感動之下 亦都是與神相通的 即是一個高度的相通 好了 28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都一串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得入 那就是萬事包括什麼事呢 所有事 即是包括順利的事 以及不順利的事 就算有時一些意外發生 神都能夠 神在這些事情中互相效力 在希臘文中 有些有版本 是有的 因為希臘文都有不同的抄本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 因為 舊約希伯留文 就是一個文詞的系統 非常小心嚴謹去抄寫《舊約聖經》 所以《舊約聖經》的抄寫傳遞 是非常準確的 新約有很大的抄寫 因為新約聖徒是被迫伯的 他們被迫伯 接著就得到一卷聖經 於是 他也不會找阿茂的手抄寫的 也是一班 即是比較 信仰穩定的人 也有一些訓練 由他抄寫 不過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抄寫一本書 你抄寫一本書 你不會抄錯呢 是可以的 他們就發現 當有一個古卷 去到某個地方 譬如去埃及 埃及的抄寫 就多數跟回這個埃及的版本 好像去到那裡 每個都跟回這裡 在另一個地方 又跟隨少許的差異 那些差異 是不足以有神學上的分別 不是足以的 全部都是不重要的字眼 所以我們感謝神 其實西洋聖經 在這麽困難的情況 受迫霸的情況 依然傳遞非常準確 好了 這裏講到有一些古本 是有神在萬事中 神在所有事情中 做公叫愛神的益處 那這裏有什麽意思呢 其實這裏很厲害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但我們想回我們的生命 我們發覺 可能被人傷害過 但後來學得吸引靠神 引靠神反而成長 或者被人裁員 後來發覺 我自己有些事情做錯 我以後不要這樣 我就改變了 或者有些人信耶穌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受傷害 後來聽到耶穌的心裏 就覺得很好 即是說困難令到說耶穌 很多人都是困難令到說耶穌 我將萬事推去一個極端的事 譬如希特拉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那我便是神的作供 OK 就是萬事 是 沒錯 在萬事中 其實在這個 希特拉殺猶太人的時上 神一樣做供 神一樣叫人有益處 殺人有益處 但是這件事發生 是會令到人會反省 反思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當時來說 不像我們現在 現在就有很多人 猶太人和異教徒 他們祈禱 神就向他們顯然 到底當時有多少猶太人 在這個急難的時候 呼求神 耶穌是否顯然 結果他想到耶穌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去到天堂 我們便會知道 可能帶來很多益處 都未必 但他本身殺人 即只是殺人這件事 本身是沒有益處 但是神會在殺人的事上 做供而至有益處 或者我這樣想 在中間都保守了 要不是猶太人 便可以滅族 他沒有滅族 是 OK 那麼 所有事 叫愛神的 得意處 有個宙事 宙事可以用個 什麼 火 等於 那什麼人有得意處 即是愛神的人 就等於 按他的指意被召的人 按照他的指意被召 被呼召的人 這個被呼召 下面三十節有提到的 其實下面就解釋這一節 按他指意被召 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什麼呢 預先知道的人 預先知道 有些人的意思就是這樣 神一早知道你乖 你聽話 你算耶穌 於是他便會選選你 這個定下 其實是pre-destined 是選選 是神定了 選了一些人得救 這件事在神學上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是 是的 那我在神學上 我就發現 當我讀神學的時候 我就非常之迷惘 為什麼呢 他就有講到有 嘉義文的神學 John Calvin 然後有Aminius 他的學生的神學 那 也到後來我就接觸到 路德會的神學 那我就 一會兒就會講到 這種的分別 到底這個分別在哪裡 所以今唐你聽完 你可以知道 原來 三大神學的主流 神學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先照經文解釋 不去講什麼 就是照聲明講 他越先知道 他就越先定下 他發他兒子的模樣 其實聖經講 到底是否人乖 所以神就選選他 在二福所書第二章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活過來 是我們死在罪惡過犯 不是這個人乖 所以按照聖經 譬如 簡算阿伯 聖經都講 不是因為阿伯好 不是因為他好 而是神的簡選 所以這個預先知道 因為知道在聖經 可以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真的知道 第二種就是 認識 所以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是那個意思 我和你們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講到 他預先已經認識的人 怎樣認識呢 我不知道 總之神是認識我們 就是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當我聽到耶穌的時候 當時我有感覺 好像和神是很熟悉的感覺 好像有一種很特別的 他不是很陌生的 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 就是神認識我們 我們也會有一種認識神的心 有些信耶穌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歷 在信耶穌的時候 覺得好像 和神不是那麼遠 一下子好像發掘 原來我們和祂的關係那麼密切 然後他就預先定下 這個就是predustion 他簡選了我們 效法變兒子的模樣 這個意思其實是包含了救我們 然後將我們生命改變 叫我們跟從耶穌生命的方式 令到耶穌在很多長子中做 在弟兄中做長子 也都告訴我 就是耶穌和我們關係很密切 就是他是什麼 大哥 大哥 我們呢 弟妹 這個身法都很特別 是不是很特別 很親切 我們是他的弟妹 我們是和他有密切關係 好了 他知道 他就定下predustion 然後呢 他定下的人會做什麼呢 召他們來了 就是呼召 什麼叫呼召呢 有人向我們傳呼召就是呼召 就是叫你來 叫我們來 叫我們來 叫你的人又怎樣 叫你的人又怎樣 清義 清義為義 清義什麼意思 他本身不是義的 不過神 算你為義 正經說 就是神用他的義圖遮蓋 當你是義 因為遮蓋了所有的罪 當你是義 但我們不是真的義 然後清為義的人又怎樣 德榮遮 德榮遮 就是德榮遮 聖經又說到 榮上加榮 不是說將來 是現在 生命榮上加榮 就是說 原來現在我們都可以 越來越榮遮 就是我們有喜樂平安 生命的改變 愛心 這些都是榮遮的 而到將來就更加榮 所以這裡這幾樣東西 可以用什麼 用什麼方式 數字 有幾樣 第一樣就是 御師之道 第二 定客 阿法拉丹如師的往藥 主要是定客 第三 趙 第四 清為義 第五 得榮耀 好 現在我們就會看 大家看看我所畫的圖 不是 我想說這個方式是沒有絕對的 不要緊的 你畫出來不同一樣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讓我們分析經文 不要不斷以水滑背地看 而是留心看經文 你就會發掘很多意思 其實我們首先發掘的意思很重要 我們再看看 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這裡就是 你看到我有兩個字 一個就是軟弱 帶來聖靈的幫助 因為我們軟弱 聖靈就來幫助我們 所以有一個細箭咀向 從哪裡去 然後有一個 對立箭咀 這個對立箭咀 我意思是指的是對立 就是什麼呢 軟弱和聖靈是對立的 本來是對立的 但是聖靈現在幫助我們 以致我們的軟弱 不成為我們的難助 神會幫助我們 所以是對立的 但是你是不是這樣畫呢 沒有所謂的 OK 我們 軟弱是藍色 藍色的 聖靈幫助我們是紅色的 又不曉得我們是藍色的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應該祈禱的 綠色的 你應該做的 但我們綠色做 不過呢 神就會做一件事 後果就是 聖靈親自用說筆出來探飾 探飾 探飾是做什麼呢 是替我們祈禱 所以我弄了一個等號 然後它的探飾 是為我們祈禱 這個羅真寺 是為我們祈禱的 我們正先所說 我知道這個祈禱在我們心中 因為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所以暗字下面就是 怎樣懂得祈禱 而聖靈如果在天上祈禱 探飾跟我們無關 所以它是在心中 傳遞這種的感動 以至我們的心中 會感受到它的感動 所以這個探飾 就應該在我們心中 一直發出它的禱告 然後因為上文是說 不曉得當者的禱告 所以一個含義就是 我們都會跟著祈禱 好 聖靈發出一個探飾 27 監察人心 又是聖靈的意思 因為有兩個東西 所以我寫一二 都是紅色的 這個監察人心就是神 懂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 其實這裏也可以有一個箭嘴 箭嘴是倒轉頭 就是倒轉頭 因為聖靈照著聖靈 神的意思 替聖徒祈禱 他因為有一個因爲 因爲是後果 因爲是後果 因爲是原因 因爲是原因 前爲是原因 前爲是後果 前爲是後果 所以他佔在獨溫寸 因爲是因爲 大家明白嗎 即是說 我們信耶穌因爲神感動我 是爲是神感動我 神感動我 我信耶穌因爲神感動我 我信耶穌因爲是佔在獨溫寸 不不重要 你挖錯了我的所謂 總之你分析 是有一個前因後果 因爲聖靈祈禱 不是亂祈禱 它是照著神的心意祈禱 於是 監察人生 便懂得聖靈的意思 這與上路的關係 即是說 聖靈的祈禱 不是亂奴 是有意思的 是有目的 是會幫到我們 因爲他照著神的意思 是最好的 有28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那我就說 其實有些古本就是 神在萬事中作供 叫萬事 叫萬事得益處 我們就有個字咀 就是說 萬事都令到我們得益處 都互相效力 都會有作供 那他們互相效力 其實是work together 一起做供 叫後果 叫愛神得益處 即是帶來的後果 在所有事中 就是幫神做供 那就是 就是什麼呢 是說愛神的人 就是按他自已被召人 所以我們有個等愛 就是這兩個雙等 就是神所指呼召的人 就會叫他得益處 好了 29節 然後解釋到這個 預定 所以待會我們會講 預定論 解釋到這件事 因為他預先知道的人 他知道了 第一 他接著有個字咀 他會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榜樣 這個定下就是神的因典 效法是哪個效法 我們效法 所謂是綠色 我們會效法 他兒子的榜樣 這個是恩典 他就會定下 我們效法他的榜樣 然後跟著 就令到他的兒子 在這麼多電影中作長子 帶來這個效果 然後第三十呢 如是定下的人 就召他來了 第三樣的工作 會召他來 召就是呼召 即是傳呼音呼召我們 也有另一個呼召 就是呼召我們是侍奉 聖經也講到神呼召 可以召不同的先知 士徒 去侍奉 召我們這裏 也可以召我們信主 召來的人 又稱他為意 本來我們都有罪 但是神 算我們為意 將他意圖 加在我們身上 稱為意的人 又叫我們得榮耀 我們可以得著榮耀 整個人的生命 充滿神的榮光 神的喜樂 愛 榮光 這裏有什麽是神的屬性呢 神是怜悶的 祂很想幫我們 祂接納我們的軟弱 祂會教我們祈禱 祂會能夠在我們心裏做功 祂會能夠將我們生命完全改變 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祂將這個心意放在我們心中 為我們祈禱 而祂能夠做功 這些愛神的人 祂會做功以致 我們個個都得益處 凡事都得益處 我們有什麽行動呢 我們的行動就是 聖靈感動 我們就隨時留意了 譬如我很多教導 都是我在祈禱的時候 有時我預備講章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一些意念 我給了一個 我就放在記憶裡面 因為我很喜歡神的東西 神給我意念 我就會記實 有時一下子 同一聲就帶出意念 我會一直記實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 神給我們感動 神聖靈在祂發出的感動 我們便會回應 千萬不要消滅聖靈感動 要是消滅聖靈感動 我們便將神這個渠道阻塞 但如果我們歡喜接受 就越來越通了 越來越得到神的啟示 但如果神的啟示 是很難做到的 即不是一時三刻 耶穌說什麼呢 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的淡只是輕散 我們不是一下子做到的 但起碼我們向著方向去 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親近神 有一個生命便可以做到 最主要難 就是沒有生命 例如沒有喜樂平安便做不到 但有喜樂平安便做到 但如果你要做成 做成功呢 那就要有很多步驟 但開始做是不難的 而神在我們生命中是做功 就是祂指意呼召我們 所以我們有這個呼召 我們便很感謝神 下面便說到神的恩典 祂一早已認識我們 一早已定義救我們 祂已經有了計劃 祂就呼召我們 祂就叫我們稱我們為義 叫我們得為要 我們便對這個呼召是真誠 是不看小神的呼召 是感激神給我們的呼召 下面便說到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上面的行 聖靈耐性光遠入的人 聖靈將他的感受全給我們 聖父和聖靈是相通的 聖靈知我們需要而討告 神在萬事作功祝福我 這裡說到什麼呢 聖靈很耐性光遠入的人 他接納他們 聖靈將他的感受 藉著無言的嘆息 說不出來嘆息傳遞給我們 聖靈感受人生的認識聖靈 聖靈又按照神的心意 所以他們是相通的 而聖靈是智慧的需要 相通的重要是 祂就知道我們需要的祈禱 祂不是亂來的 祂是按照神的心意的 而神就能夠在萬事中做功 神能夠在這道經文 讓我們看到一種很高度的合一 就是祂在我們裡面感動 祂又能夠在我們做的事上 叫我們得福 神就叫愛神得益處 然後我們就會得到神給我們益處 因為神預先認識和揀選我們 祂預先認識和揀選我們 叫我們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祂的模樣是非常好的 我們就會出喜樂平安力量 然後祂就呼召我們 又稱我們為義 又叫我們得榮耀 所以當你看完這個經文 當你這樣查完 你不要記得裡面的意思 你會記得 裡面第一 我們的軟弱 怎樣的 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來是怎樣的 不懂得怎麼祈禱 但是聖靈怎樣的 用說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 而監察人心的 是怎樣的 他也不懂聖靈 因為聖靈 是照著神的心意來祈求的 而神也在 什麼事情 萬事中作供 叫什麼人得益處 愛神的人得益處 然後就講到 就是這個 呼召 由這個呼召 就是說 他預先知道的人 他就預定他 能夠效法他的兒子 知道的人 他就會預定他 第二 就是預定 第三 就是呼召 第四 就是清義 第五 就是叫他得益處 叫他得益處 那時候 經文就不會很清晰 也可以越來思考 越來越深入去了解 好了 因為 這個是 時間已經晚了 但是 裡面 後面有很多 很重要的意思 我們現在 看看 看看 能不能夠 我不會講完 不過我給大家 意思 回家自己看 接著有個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 人得救到底是聖靈呼召 聖靈感動 叫為得救 因為人的缺自順處 這個在神學上 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 加爾文就是 神在你身邊做功 他感動你 你信主 而阿彌尼亞斯 就是人缺自 大家都聽很多 缺自信主 到底聖靈是講什麼 這裏我講出一些經文 大家想 下一次講好不好 下一次講 因為這裏講到 預定論 是一個很大的神學的觀念 我們就 這裏有幾個觀念 我簡單講 到底是否人缺自 第二 就是 所以人得救的次序是甚麼 反轉來 然後 到底人能否抗拒聖靈 那麼 在加爾文的神學 就是 當日神感動人信主 是不能夠抗拒的 他說 到底是不是 還有 加爾文就說 一致得救 永應得救 聖經是有講到可以離開神的 那他怎樣 全部這些經文否定呢 他就用一眼一 主要一句經文 就是說 沒有人能從神的手裏 將主的羊拿走的 但問題就是 哪些是主的羊 他的定義就是 凡是一次信主 就是主的羊 但是聖經說他們可以跌倒 而 很多的 就是另外的神學的看法 就是說 簡選的不是一次信主的人 是以後 而是一生繼續信主的 才是簡選的 即是有些信一陣 你看他的經文 很清楚說到 人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 加爾文全部都否定了 這些經文 他全部都說 他只是警告你有這個可能性 其實是不會發生的 即是零發生 即是耶穌說到 將來很多人跌倒 是不會發生的 其他經文大家可以回家看 看完之後 我們回來可以討論 這也是一個大題目 因為 因為這個 可以說是神學的方向 三個方向 三個方向 三個方向是甚麼 加爾文 即是你要讀神學 你就會知道這三個神學 加爾文就是 就是 他是雙重二道論 和聖靈感動的人 人是不可以抗拒 聖靈感動 一定會信主 而且這些人一定 一次得救 永得救 就算他軟弱 只是暫時 他將來都會一樣得救 好了 這就是一個體法 Aminius 說 不是 人是有自由意志信主 到底是不是呢 你看經文那裡 到底信主是否自由意志 而路德會的信仰是甚麼 路德神學就是 聖靈是說 神簡暑人的人得救 而且是聖靈感動人 所以人會信主 不是人決自信主 而是聖靈改變他 他重生了 他一信主 即是聽到道 然後他的心 重生了 然後 那些人說 你一起祈禱 他在猶豫 猶豫是甚麼 我信人師 我以前不信 信不信呢 他是猶豫 應不應該信 不是說 其實他裡面是想信的 他已經改變了 不過他說 他裡面有一種很大的動力 然後他回應那個聲音 他就說信主 其實他就不是決自信主 他是信了主之後 他決定舉手 在聖靈改變了他 然後他說 好吧 我舉手吧 我相信主 這個就是聖經的看法 路德會認為 就是說 人是可以失去救恩 一定是保守 即是說一直到底 但是你真信耶穌 依靠耶穌 你又不用怕 我鬼落袖 就糟了 那我就說 我不知道我不是一直信到底 那你堅持 我依靠耶穌到底 那我就會得救到底 我們下一次會看那些經文 詳細研究一下 那大家 將自己所寫的名字 留下 或者拿回去研究 其實我傳給你的 你可以寫的名字 留下 你不會忘記 剛才幫我們欣賞神的工作 多謝神的工作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的軟弱 聖靈是知道 和關心 和會幫助 聖靈在我們裡面 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但是我們是聖靈的田 聖靈用書 不出來的探飾 替我們祷告 不斷發出你的意念 發出你的感動 在我們心裡面做功 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和你不是很遠的 而且聖靈是照著神的心意 為我們祷告 我們多謝天父 還有 神人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已經計劃定了 不是臨時忽然間 他才做事的 而是 你一早已經決定了 是會幫助我們 在辦事中幫助我們 而你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然後你就挑選我們 然後你就呼召我們 你又稱我們為義 又叫我們能夠得出榮 又多謝你 和我們有這麼密切關係 這樣深深愛我們 求你幫我們欣賞神的工作 回應神的工作 聽你的話 時事願意愛主 愛主的人 萬事都會讓我們得益處 多謝主 阿祠 不是 快要放他 等於我們 天然 在敬善神 還